另外来看到光丰地区农会绿色照护站 今天是特别邀请了在地的工艺家郭静怡 来开办果冻蜡烛DIY的课程 让长者们借由手作体验 活化手眼脑部的协调 而长辈们也发挥了创意巧思 制作出来的果冻蜡烛 成品各具特色 也增加了居家的生活气氛 让长辈开心学习 也充满成就感 使用筷子绿照站的长辈们 在大直角玻璃杯小方寸间 仔细的排列创作属于自己的美丽大世界 接着小心翼翼的倒入低温透明的果冻蜡 不一会儿的功夫 果冻蜡烛就算大功告成 长辈们也迫不及待 开心的展示自己的创作品 光丰地区农会绿色照护站 今天特别邀请在地知名的工艺家郭静怡 开办果冻蜡烛DIY课程 除了让长辈们借由手作 胡话眼手和脑部的协调 制作出来的作品各具特色也相当实用 也增加了居家生活的气氛 长辈们跟着老师开心学 也很有成就感 开站不到三个月 光丰地区农会绿色照护站安排各式各样 符合长辈身心灵动静态的课程内容 让农村长者取之若鹜 每周三周五两堂课 每一堂课全员到齐重复缺席 农会总干事张明发爷乐见其成表示 未来也希望能够增加户外学习课程 拓展农村长辈们的学习事业 记者是玉兰光复采访报导